好,继续开会 接下来我们请陈寗娜议员咨询 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今天要提的问题是有关于脚踏车道 那刚好早上的时候出门看到 在立法院也有立委提出来说 其实骑脚踏车还蛮危险的 那并不是因为说危险我们就不推广 其实在高雄市推广脚踏车 其实时间已经很久 而且高雄市对于脚踏车道的这个建制 是不遗余力啊 那所以呢早上的时候 他所提的那个议题 其实在高雄市议会也早提过了 就是脚踏车应该要保险这件事情 那内委所提的就是从公共脚踏车做起 那我感觉是高雄市早就应该要做 因为高雄市推广的很早 我们的这个公共脚踏车 比台北的U-bike还要早 但是呢我们的脚踏车 有没有做得比较好 从硬体软体来看 有没有比较好才是重点 做得早不早 好像台北看起来 还比我们使用的人数要多 但是近几年来 脚踏车组越来 使用率越来越低 那是为什么 刚开始大家都很热啊 那在城市里面骑脚踏车 其实六都来讲 大家都很努力在做这个区块 除了就说保险 让它能够有一个保障 将来脚踏车组不再是弱势的一群 不论是从交通的观点上面来看 或是从应该要有的保险制度来看 耗制的安全来看 其实都应该要做到组 如果没有的话 脚踏车组一定会在这条路上感觉 我的确没有比较安全 我为什么要让它成为公共运输的一环 在城市里面是这么想 当然除了是公共运输的一环以外 当然我看到就是 公务局也有提出来 其实它是除了就是休憩运动 大众运输系统的一环 提升这个绿色的运输交通机能 还能够增加观光收益 这个都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啊 但是呢如果说 一昧的去追求某一样东西 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的 所以我在这边要提就是说 最近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有一个全国的在 我们评选脚踏车道里头 高雄市来讲 我觉得应该很有代表性 因为高雄市建置的早 高雄市建置的长 建置的多 推广的也多 但是呢 却没有经典的脚踏车道 我觉得花这么多钱 实在非常的可惜啊 所以我用了很丢脸 这样子字眼来形容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高雄市建置 有800公里的脚踏车道 预计在107年 我们要到1000公里 其实花费非常的高啊 这个饮量取胜不求品质的 这个部分不是我讲的 这是所有在用过道路以后 大家在网路上面讨论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感觉 今天的重点就是 市府应该要以品质为优先 做出很经典的脚踏车道 让人人都认为就是 高雄市29条的脚踏车道里面 有哪几条是大家念得出来 津津的到全台湾 都有人想要来骑骑看的脚踏车道 为基准 我觉得局长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开多长我想 对高雄市来讲 其实不是问题啦 我在这边要提的是 我这个是在签证的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签证之心这一条桥 使用率其实非常的低 花费非常多钱 那为了要衔接这个危险路口 当时盖了这条桥 但是呢 我们知道轻轨又从这边经过 将来在这个使用脚踏车道上面 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危险性 那我们看到 一千公里我们预计是要花掉 九点三亿 目前八百公里 我们花掉的是八亿的钱 其实 造价并不便宜 那光是签证之心 爱河之心 翠华大树 自行车的 这个路桥的部分 我们就花掉了三点六亿 很高吧 光是这些钱的 桥的搭建 我们花掉了好多的钱 但是 花了这么多钱 烧了这么多钱 民众买不买单 民众觉得好不好用 我们从 评审委员 在凭台湾十大自行车道里头 的六项基准 幸福 安 健康 清和 参与 分享 活力 六个标准 有百分之六十是网友来投 百分之四十是委员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二十九条的路线里面 无一入选 无一入选 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那为什么 我觉得在这边就是我们必须要检讨的地方啊 在这几条路线里头怎么会 没有 没有一条路线呢 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县市入选的状况好不好 东山河的自行车道 积极的绿色隧道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这些自行车道 台东池上的大坡池 还有蓝线自行车道 日月潭自行车道 跟在我们旁边的大鹏湾自行车道 这六条大概没话讲啦 因为风景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不要说我们以风景来取胜 我们稍微看一下 在比较市区的 新北市可能也有一些 也还有一些风景的地方啦 比如说潮岭环庄县的自行车道 淡水左岸自行车道 那新北的大旱跟新天溪自行车道 光是新北市就入围了三条 就入围了三条 入围的原因啊 我相信除了就是大家觉得风景漂亮 当然还有好不好骑 骑起来顺不顺 安不安全 愿不愿意去骑 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如果再诚实一点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连台北跟台中都有入了 台北的河滨自行道 跟台中的东风自行车绿廊 后风铁马道 那独独就是高雄市 没有一条路 我们坐那么多的车道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网友的这些内容是 很黑啊 所以看不太清楚 但是呢 网友主要的重点 感觉上 他们觉得 高雄市的自行车道是重值不重量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 比如说他们会觉得 数字是灌水的 比如说755公里 好像有很多 小小的脚踏车道的符号 是在马路旁边的地上 这个算吗 这个有没有算进去 大部分七个单车的符号 就代表是了 然后有人说 骗很大 这是网路上面 截取的内容 也许 公务局不这么认为 但是民众这么认为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有人说 浪费是无用的政绩 那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乱盖了一堆垃圾 我想指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我个人认为 管理跟维护不当 才是重点 比如说盖了 没有能力去管理 常见到汽机车也进去 然后违规的摩托车 在上面的一堆 然后呢 如果有哪里坏了 也没有去修理 甚至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提交通局 说要去做一些耗制 做了没 很多地方都没有做 其实安全上面有很大的疑虑 在市区骑脚踏车 根本是人体的空滤机 空气清气机之类的 空气滤镜机 这个我想大家都有同感啊 但是在城市里面 骑脚踏车 具有多项的功能 当然在PM2.5 非常糟糕的高雄市 平均每三天 可能有一天就是指报 都建议就说不要歪出了 骑脚踏车更没有人要骑 但是呢脚踏车道 以前我们常常在鼓励 比如说我一直在推 就是翠横南北路的脚踏车道 那时候一定要赶快让它通 无疑就是希望 除了一般观光客跟游戏之外 运动之外 还能够多增加一个 就是上班族可以使用 让它成为大众运输系统的一环 我们的利益都非常的好 但是被民众批的 是不是 那这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在这边有三点的建议 我觉得值得公务局 后续好好的去审施 然后再把它做一些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铺了这么长了 800公里 差一点点就 107年就要达到1000公里了 不论做多长 品质才是唯一的 网道 品质不好 做再长都没有用 所以将来注重的一定是 品质要怎么维护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这边写了 譬如说 只有一两公尺的自行车道 如果品质不好 骑上去 遇到那一两公尺 他依然仍然觉得 这一条路线就是不好 是不是 他不会觉得这条路线是好的原因是 他的维护其实是不好的 当时铺好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看起来很漂亮 骑上去很舒服啊 过了一年两年之后 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有没有重复的应该去审视 就是说每一条脚踏车道 尤其脚踏车 光是去年就有56个 因为脚踏车死亡的例子 那脚踏车道上面 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能不能国赔啊 所以政府在做这些事情 后面的维护 的确比前面的建制 还要更为重要 另外 拜托 钱一定要花在导口上面 做使用有特色的自行车道 将来后面还有200公里要建制 我不知道 大概要怎么建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前面所选出来的这十条的脚踏车道 的确都有他被选上的理由 全国的网友投票的结果 他们都是最好的评断者 所以 高雄市怎么样做出 有特色有吸引力的经典路线 局长我待会再给你一点点时间回应 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做 而且把每一条的品质都做好 吸引大家来高雄市骑脚踏车 另外最后一点我要提醒的就是 因为我们的轻轨就陆陆续续的每一站 一站一站的在开 那轻轨将来一定要能够上脚踏车 这个待会请局长回应一下 因为他就在脚踏车道的旁边 那我也很担心将来脚踏车道跟轻轨 并行的时候 安全上面是不是有去顾及了 那也请局长回应一下 一定要让林港的自行车道 维持原来的畅通度 他已经疯了很久了 为了轻轨的施工 大家忍耐了很久 希望呢在这个部分 我们能够将来也能够安全的来使用它 然后让所有的民众更便利 针对以上几点 我是不是请局长回应一下 赵局长请当户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高雄市的自行车道 我们公务局是秉持一个红河 串联还有优质化 所以我们整个有12条的自行车道的系统 其实议员也知道 那时候在CNN的报道 高雄市是全世界五大城市 自行车道的友善城市 这是CNN的报道 不是我说的 这边也跟北京京都新加坡 都来做一个比较 如果以高雄市的自行车道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市长也选过很多届的 这个五星级的市长 包括我们的既定的自行车道 奈何前线的自行车道 阿公电锡的自行车道 这个都很经典 其实我知道 在维护管理上 不在这个地方 局长我们都认为很经典 我们都认为自己很好 为什么大家不赏脸 这是问题 这一点要特别跟陈议员做一个 局长问题就在这里 自己感觉很好 但是别人感觉不好 提出来意见给你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改善 我也刚才都 高雄市一直以来 我都一直在协助推广自行车道 我也觉得自行车道这件事情 是很棒的一件事 但是问题是 选出来就是这样 网友给的意见就是这样 中间有没有值得参考改进的地方 让人家觉得想要来骑 譬如说他一直就可以指出说 来高雄我们一定要去骑打一段 有吗 我想 这就是问题 我想网友当然有很多的意见 那当然我们都会表示 选出来就是最大的一个 对我们的评断 但是好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陈议员给我们 我一定 我从刚刚到现在 都跟师傅站在同一个角度 但是 局长别忘了改进 再改进 你一直说自己好 但是你没有改进的情形 尤其是品质上面 我觉得堪虑啊 局长你的回应也让我有一点点压抑 我希望就是说 公务局一定要站在一个角度就是 怎么样不断的改进 让大家愿意来起的这件事 才是一个重点 如果一直只觉得自己好 别人觉得不好 这件事没有什么好处的 那再来我要再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凤鼻头有一家公司叫 叶阳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在建管处 有没有让这家公司 就是准他开始盖了 我是不是请 等一下回应 因为我有连续几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在绍康营区的部分 我待会要请地震局跟都发局一起来回应 这个绍康营区2017年底真的可以完成吗 那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待会也回应一下 205兵工厂要把8年缩到4年的时间来迁移 独发局跟地震局一样回应一下 在各自的工作上面 能够做到吗 这几个问题是不是 建管处请书处长答呼 是跟议员报告一下 到目前为止 这家公司还没有到建管处来申请建造执照 是的还没有 事实上整个工厂的申请 基本上我们也会先请我们的 隔壁 是的还没有 请黄局长答呼 谢谢主席 谢谢陈妍 绍康营区的部分 因为这个当时就是有负担比例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都发局跟地震局这边一直跟台塘在卸商 这样的一个负担比例 后来他们3月3号才把他的可行性评估送到地震局这边 那我们3月9号已经送到都发局 然后他这个案子这个可行性评估完了以后 他还是要送到内政部 现在是在内政部的这个专案小组里面去讨论 那讨论过以后都市计划变了以后 我接下来才有办重划嘛 那重划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第一个堪选换尾 第二个 我当昨天在跟赵局人提到的是107年底不是2017 2017是106年 那在新闻上面有什么写的2017年 没有 因为你那个重划 重划 现在还没有进到重划的一个程序 所以重划他总是他有一段的一个时间要处理 这包括公告重划计划书分配等等 107年底 我昨天跟在大会报告的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有我们决定有信心 有我们决定有信心 李局长请搭户 谢谢主席 谢谢陈远 那个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啦 应该只是说可能是我们地方的 全城小岗地方的民意代表 然后有找军方 找台塘这边来协商 然后是希望说 因为这个程序可能要走一段时间 那所以是不是商请台塘 是不是同意先让我们市府 这边来做一个检疫的绿媒化 就是让市民可以提前 就是看市府跟台塘这边协调 是不是可以先让我们来做一些检疫的绿媒化 那这个政策来讲的话 我不是太清楚 那因为我这边负责大概就是都市计划的程序 那跟议员补充报告 昨天有跟赵琪的有说明过 那这个案子现在在内政部审议当中 那部都会专案小组已经在上个月 已经初步就是小组同意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一些资料 请台塘这边备齐送大会去审议 所以顺利的话我想我们在今年可能下半年 可以看到一个通过的好的结果 那地震局那边还有一些重画的一些计划书 要报到地震市去 10公顷的绿地 就是当初连议员在那里有10公顷的公园 他总共20几公顷 他在107年完成的结案 就释放了公顷的绿地 来给予不施用 这个因为 赵局长您答复 谢谢议员 其实赵工园区目前 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动工 整个行政程序还没有完全完备 所以我们是一个想法 既然整个规划上 我们有10公顷的公园律地 这10公顷的公园律地 我们现主席还可以做的 我们快来做 就是赶快来执栽啊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所以说 这个完成程序之后 如何在这10公顷的公园律地 马上来做一个简易的绿化 或者是先行来考虑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先开发这10公顷的公园律地 让我们亲民朋友先来使用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这样是可以的 就是地主同意 然后市府这边 如果大家写 对对对 那之后可以或者是 可以再把它 我不知道地震局长那边 这是财务上的问题 这是我们大家都是比较认可 可以期待的方向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 那议员刚刚还有问到 2025兵工厂这个事情 2025兵工厂这个努力了很多年了 那终于现在我们大概已经跟军方在该关键的部分 大概最近一次就是上个月底我们公务局刚跟军方军备局签署了那个工程代办的协议书 所以接下来很快我们大概可以顺利的来进行下一阶段的一个工作 所以刚刚议员提到说所谓的八年四年 事实上我们大家不管是地方也好或者说市府也好 或是说像议会也好议员也好 大家关心都是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期程可以再缩短 那这是我们共同大家的认知 那这个我们会积极来去协调 因为毕竟它不是只是一个单纯说建然后拆这样子而已 它建厂的时候它还有一些里面的设备 那军方的态度是希望说那个他们的生产过程不要中断 所以那个在设备的采购商 因为很多涉及跨国采购的东西 那这个是比较属于机密的部分 我们也不方便去过问 但是总是表达我们的态度是八年确实太长 包括说行政院长张院长也认为说 从他过去在民间角度来讲也确实是有点比较难以想象 不过这个我们目标是希望能够缩短 大家包括市府这边能够努力的 那军方那边能够努力的 就大家一起来朝向那个缩短期程来努力 他当初就是我们要代建代差 然后我们他们军方是全部领现金 这个我想我们地方的认知跟国防部 需要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吗 你跟我讲四年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要有 109年 40月完成 1110年可以完成 你要知道是哪一年 莉娜要不要给你两分钟 再给两分钟 谢谢主持 我要讲就是说 205兵工厂我很高兴就说 在新闻上面看到 委员有提到就说 要把时辰从8年说到4年 但问题是 我们从来不知道 到底从什么时间点 开始算是 开始签的时间 那市政府他所做的工作 比如说地震局 市地重化的部分 已经都完成了吗 还没吗 那都发局这个时候 对于开发跟资金的部分 一定要等他前面的工作先做完吗 那好你还要再配合 205兵工厂的时间 那如果以4年来算 你算是什么时候开始 你至少给一个开始结束的时间 我们在监督上面 我们才知道 政府有没有认真在做 否则大家喊个10年8年4年 说不定所代表最后终止的时间 都一样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必须要说清楚 所以我在这边要请教局长的就是 你们必须要对民众说清楚 尤其是你们负责了 这个抽策资金开发的工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告诉民众 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迁移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那个应该这样讲 我们当初行政院核定的那个 所谓的签建的计划 它是从104年开始起算 因为行政院是在104年 我记得是1月16号核定这个计划 所以所谓的8年 应该是从核定那个时候开始 8年内完成 如果现在说短为4年的话 就会在107年的意思吗 没有 108年 应该是108年 108年的意思 108年其实我们剩没多少时间了 因为从行政院核定开始 我们花了大概到现在已经一年多 因为跟军方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沟通工作进行 那原本 但是我了解就是 我跟医院报告 就是我们市府设定104年行政院核定 那本来我们市府设定是希望在104年9月 双方能够签署 就是国防部跟高雄市 能够签署一个部市的合作意向书 那启动所有的工作 那中间当然是军方有很多诸多的一些考虑 那我们也是透过很努力的 透过各种的列管的会议 秘书组的会议 包括布施的会议 总算把一些困难的工作 正式在今年4月底前把它都完成 中央合定计划不是108年 中央合定计划不是108年 中央合定计划是104年再加8年 所以是112年 我没有听说他有说中央有说要缩短成4年 只有张院长承诺说他觉得太长 那我们应该朝缩短时辰来努力 那个应该不是中央政府讲的 这不是解读的问题 一一一二 对 所以如果是108年 我现在开始还会议计划是108年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必须要基本上的自己说清楚 我们的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到108年就能完整就知道了 不要让我们认为 到14年8年 哪一年都是在114月底完成 但其实我们这些属于到处的事情 当民众交易影响到后面又是重处的关系 这都非常的不好 希望大家能不能打出一点 把最绝的应该要完成的这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可以的保抑公安就先进 那反正都要 大家反正计划是应该没成功 是不是 他们已经都在做这些东西 但我们觉得说 这个我们会持续跟军方这边来表达地方的一些应应期盼啦 那这个205冰空厂的开发方式 它是用区断征收 它不是四地重画 我们也是先用四地重画 可是军方它是认为 用区断征收 对它来讲比较有利啊 所以要 它是捐绝的要用区断征收的一个方式 那区断征收的一个方式 它是用区断征收的话 它就必须要经过公益性 必要性的一个评估 那这个周围我们是已经在进行了 但是公益性必要性评估 完了以后 报区断征收计划 所以应该是到明年的时候 才有正式的报这个区断征收的一个计划 到内政部去核定 所以这个是我们掌握的一个期程 以上报告 我们明年是打算报区断征收的一个计划 假设那个公益性必要性评估 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报区断征收的一个计划 那往后 大家看看它这个205冰空厂 它签场的一个速度 那个不完全是掌握在市政府的一个手中 我们跟军方之间大概达成的一个默契 就是希望在106年来这个报区断征收计划 核定这个区断征收计划 这是我们跟军方的一个达成的一个时间点 是先有计划核定的完了以后 才有往后面的一些这个 区断征收的作业程序 是 是 那请我们的都发局里局长 针对205冰空厂的完成的时程 能够再去了解一下 跟我们陈议员报告 好不好 那绍康营区 应该你们都知道 我说过所有的我们前程小岗的市议员 都非常的关心 那百姓也非常期待 快点把它完成 让大家有一个优质的一个环境 那昨天我问的时候 好像跟我答忽是地震局要规划这个商商跟特商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 那个局长 这个市地重化它是依照都市计划来执行的 所以基本上能够进到市地重化的一个阶段是 表示说它的都市计划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只是执行都市计划的一个开发手段的跟单位 那所以都市计划 开发还是台塘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公办重化 公办重化 还是地震局 地震局来主办这个重化的一个开发工作 那当然我们局内 湖内它会跨机关的一个合作 像这种大型的公园 我们通常都是委由这个公务局来办理这个开辟 那其他的道路的部分就是由地震局来处理 这跟分配的工作是由地震局来处理 是 谢谢 那那个有关执灾 那个刚刚赵局长 你们还是动作快一点 因为树木还是要长大嘛 那我们可以先执灾嘛 对不对 刚刚你这样讲嘛 那我们就动作快 让树木先执灾让它长大 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园 让大家使用 好 谢谢 那因为接下来还没有人登记花言 那我们再休息十分钟 谢谢 谢谢